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9日7月3,欢迎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根据这个福克斯新闻的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在8月份的这个筹款之中 美国总统竞选这个两个阵营的数目都已经出炉了 特朗普阵营,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呢,是筹到了210个million,也就是说2亿1000万美元 但是这个跟他对比的民主党这个阵营8月份筹了多少呢,是比这个特朗普阵营的多少少呢 答案是多,因为8月份时候这个拜登这个民主党阵营呢,是筹款获得了创纪录的364.5个million 也就是说这个3億6450万,所以呢364.5比上这个210,基本上是比这个特朗普这边多筹款了50%,就是多筹款了一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民主党人就是一向在这个筹款上不如这个共和党,不如特朗普能筹款的 民主党人呢,现在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逆转的趋势 而8月份呢,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月,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全都开了四年一度的这个全国这个代表大会 而这个代表大会之前呢,也是拜登宣布了他的这个副总统人选 就是来自加州的黑人女参议员卡玛拉海瑞斯,尽管我个人说呢,我很不喜欢这个卡玛拉海瑞斯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呢,他对于一些这个美国选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特别是这个黑人选民,还有这些有色认重的这个选民,还是比较喜欢卡玛拉海瑞斯 而且他们觉得这个卡玛拉海瑞斯以前当过这个加州的这个检察官 这个经历呢,也是有助于就是将来来fight for the racial justice 就是equality,就是这个民族的平等吧 今天呢,就给大家update一下这两个数字,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大家一直都觉得呢 这个特朗普的支持人多,特朗普的这个支持人热情都是踊跃捐款的 这个的拜登呢,这个支持他的人呢,一点劲都没有 特朗普不是也光说这个拜登叫sleepy Joe嘛,就是起各种外号 非常非常确实很low啊 就是大家一直都有这个误解,就是说民主党人呢,他们呢都不愿意捐款 不如这个,带着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小红猫来 这些共和党人,红脖子,愿意捐款 但是现在呢,这个数字说明呢,其实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 9月份和10月份是最后冲刺的两个月 这两个月筹款又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非常感谢收看,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对我们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